你们刚才唱歌了是吧 花那么些钱唱这个破歌啊 我救不了你们了啊 但是 岳云鹏还是很卖力气的 那倒是 话筒都湿了 唱的呀 不至于 不至于这嘴上那么没共同 话筒臭了都 吃蒜了 老师 谢谢各位吧 西安傅老师有多爱倾向 这真热爱 这以后咱们得常来啊 好啊 前几年我们跟这儿有一个这个西安德云社 对了有一分社 今儿干了一段时间 是一个租的人家的剧场 是 人家唱琴枪的剧场 我们跟这儿一块演 合作 合作还挺愉快 后来 人家说是这个我们百年老店一直唱琴枪 不能让相声在这儿 我是中午得知这个消息 当天下午我就决定我说那别干了 是 以后有合适的剧场咱们再干 对 就是因为这个 我说那就别演了呗 但是我一直很喜欢西安这块风水宝地 确实啊 开开就开一个呗 就是得有个合适的地儿 就是得有个合适的地儿 你们谁要是有这个 比如大小能做个五六百人的小剧场 交通还得便利啊 你别在蓝天那边就不方便了 我们家有好几十口子 那是 你们家有好几十亩地呢 有合适的地 你们就是跟我们联系一下 咱们可以 好的 记我一个电话号码一会儿啊 138后头随便 没地儿找去 在微博上也可以私信 那倒是 找着德云社的官微 对 挺好 这两天我们竟跟这儿就吃东西了 老来啊 就是于老师吃那个大碗的那个 饼饼饼面啊什么的啊 挺好 油泼面 油泼面啊 扫子面 对 吃的好家伙 心花怒放 家乡的味道 到哪儿去 我们上国外演出 吃东西老是吃不惯 不顺口 今年我们11月1号到12月1号 一直是在国外演出 是 头一战就到了这个美国 落山基 到这个 这打猎猎了知道吗 还落山基 落山基啊 请原谅啊 请原谅 我这个英文水平啊 狗听了糊涂 你听了不懂 对 这叫什么话呢 哪儿跟我狗比 跟你狗比 咋我跟狗比 你再来一遍吧 余老说吐噜了 是 落山基 不是 从来 落山基 落山基 没有基 落山 基 哪有基 落山基 就这仨字 头战落山基 演完之后奔在加拿大 对 文革华 跟多伦多 然后又杀回美国 是 然后又演的这个纽约 哎 这演完奔在英国 伦敦 伦敦跟曼城 到了英国就仇死我们了 怎么 因为这每一个地儿的时差不一样 睡糊涂了 对 乱了 而且到伦敦才知道 去之前 有人朋友跟我说 伦敦可好了 那个天清水壁 鸟语花香 在六七月份 我们去的是十月份 这个地儿是从九月份开始 每天下午三点 天就黑了 对 白天特别短 我们起了又晚 中午十二点半起 起床坐在炕上 醒了一回头 就黑了 黑 英国那几天 我天天不觉 睡着可好了 没有下地的功夫 那儿演完了 然后又最后一战 十二月一号 是这个迪拜 对了 到阿拉伯地区 到迪拜演 转了一圈回来 其实在外边最响的 就是还是家乡的饭 还真是就这口事 你这大牌艳艳 你就安排多数人伺候 你给你倒酒 加菜往嘴里送着 生活不能自理了 是这么着 不是 那个有身份 吃饭不都是 这么呆着不动吗 但有人加一块的 夹个嘴 不进去 攥着头发 拖着下边 人工咀嚼 就是那个吃不了 来碗面最开心 没错 对我来说 第一 就是别太麻烦 什么叫别太麻烦 叫我出去吃饭 这就要了我亲命 就来碗面 坐在那儿就吃 很开心 对 第二 干点爱干的事 谁都这样 说书啊 唱戏啊 说相声 跟嫂子一块儿 聊聊天 这叫什么呀 这你跟别人都不成 是吗 别人的 别人媳妇看得紧 对 我还闹一大度 这个得跟各位 解释一下 可能您经常会在台上 广播呀 网络上看到 郭德纲说相声 有时候会提到嫂夫人 或者千哥的父亲 什么的 经常会有一些 这种桥段 你以为我在台上 天天这么说嫂子 我就那么开心吗 对 你就是这么开心 对 你都让我看出来了 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 这小舌头都出来了 好 我不如你 你要张嘴乐 我能看这啤酒瓶子盖 好家 不用张嘴 身高 行了别瞧了 什么叫相声 都说相声是个语言的艺术 什么叫艺术 什么叫艺术 艺是艺术是术 这还俩字分着结 艺术演员的能耐 术是把能耐卖出去 有艺无术 那叫诈骗 哎呀 我这个相声这么好 那么好 那么好 人文学的角度 美学的角度 这么好 那么好 狗听完了都能站起来 但是一说卖票 一猫牵一张票 观众把剧场都砸了 你就是诈骗 人家不爱听 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 说别的都是假的 是 所以说要有益 要有数 当然我们水平很一般 在中国现二界 比郭德纲强的 比德云社强的 有的是 说个有会死啊 不要再给我得罪人了你们 我这个年龄已经对那些个不感兴趣了 我们是最刺的 我们是最刺的 你想啊 我过去 不 大声点 对对对 你要在这儿 我请你喝余老师的啤酒啊 哎呀 老有啤酒啊 他那个保温的不凉 对 常温的 哦 哎 行了 听相声图的是开心 一说一乐 对 我们给您快乐 您给我们饭吃 是这样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要想太多别的 就失去了听相声的意义了 哦 您的 为什么管观众叫医师父母啊 您的每一张票我们要拿回家去养家糊口 就这样 孝敬我父母 管着孩子们上学长大 对 就挣钱给我媳妇 给他媳妇 我们这 我用不着你 怎么还带给我媳妇呢 你那份不够啊 哇 够了 够了 少一点够 行行行 就说这个意思 就说个意思 最难的就是这个 哪个 我们这行 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但也是最难的艺术形式 这怎么说 你看比如今天现场 就这个 就取将这个 这个屋里边 得七千人往上 对呀 这个是人为不可控制的 占艺术类 只要是人为可控制的 它就不难 没听明白 您细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余老师 您是一个电影演员吧 哦 我电影演员 电影演员 你们单位呢 要评一个 三级的演员 是凭电影还是凭演员 凭演员拍的片子 还是电影啊 那个 不是 什么就凭三级 你原来是一个八级的电影演员 现在要准备往三级上够了 我是要求进步的 对 然后呢 你们单位负责人呢 手里边攥着一个 三级演员的 一个 一个 叫文凭啊 叫证书啊 叫名额叫什么 就拿着一个三级演员 我就看他给谁了 人为可以控制 给你也行 是 给苍景空也行 就看 谁有用啊 苍景空有用 给你也行 给他也行 人为可以控制 这个就好办 这他决定 想给谁给谁 对啊 你包括好多小剧场 全国雨后春水一样 不少 无数的相儿小剧场 做比如一百观众 八十个观众 本就是一般一百个观众 一百个人呗 后台有十个说相儿的 一个月演艺场 这个就人为可以控制 叫怎么控制 一百个座 后台十个说相儿的 你每个人不得 趁十个朋友吗 就让朋友来看 又不要钱 一个月麻烦你一回 这你要再不来 咱们就不来往 对就不够朋友了 对吧 最难的是这个 这是商业性演出 就说你们家是蓝田的 咱俩再厉害 咱也不趁七千多亲戚 对不对 把全村都叫来 最难就是这个 而且说相儿站台上 您记住了 时时刻刻老得想着 要对得起观众票钱 好说相儿呢 有一半是心理学家 怎么还研究心理 我给徒弟们上课 头一节课就是记住了 穿大褂不许戴手表 对 我们倒是有这个规定 都不能戴 你看哪个说相儿 戴一大金表上台跟这儿晃 不行吗 你准的干不好 这因为什么呀 你想 你想这个道理 你是为什么有大声喘的句 你吗 为什么 我就把大下茬的摁去 我还真吓着用着听呢 有的时候观众大下茬 又搭得巧妙了 全后台说相儿都挑大门哥 就这个观众不是个一般人 说得太巧了 说相儿都挑大门哥 思维力 但是我从七岁学艺到今天 就这样的观众 我也就遇到过两到三个 这么不少 大部分是气候 好多是男孩 男孩爱大下茬 为什么 带着个女朋友两一块来 接个下茬 要是大伙都乐呢 他为了逞能 你看 就这样 有的时候我站台上 我就看着 我要看这俩人 一个小小子 一个小姑娘 俩人很般配 我就诚心帮他 怎么帮呢 我把他嘴里递 让他大句下茬 好让那个女孩爱他 让俩人好 一瞧 我要一瞧 这俩人长得跟静高似的 我去你 不理了就 那是 我让你回家 连说话都不会说 为什么 不能戴手表 您接着说 这就是个心理学的问题 怎么 你戴一大金表 观众 看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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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都是我的钱买的 他这么想 会影响你的相声 对 他老走神 女演员可以 女演员可以 女演员 旗袍 露着大腿 穿高握着鞋 戴着大戒指 手表 就筋得脆 戴一身 站台上 行吗 观众开心 看看票 我给他买到 他就改这语气了 你说我们这个说相 我们这个男的 怎么就那么活该死呢 不容易 包括在台上 于谦他爸爸怎么着的 于谦他媳妇怎么着的 其实列位 我七岁学评书 九岁学相声 1988年开始唱了五年的戏 我就是没离开这些个传统艺术 这是我们的手艺 说相声 说书 唱戏 剃头 修脚 卖菜 种地 到非洲当皇上 人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 说别的都是诈骗 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 你不得干点什么吗 对 对我们来说 就是你得干点什么 总得有活 而且我小的时候说相声 我是捧根出身 你也站这个位置 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 好假 谁站在外边谁说我 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 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 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 你也不用替演员打包不平 那个本子就是这么设计 谁拿这份钱 谁来这个活 谈不到演员互相攻击 他除了说搭档 他不会别的 你也不必那么想 这是角色 这就跟唱戏似的 唱戏怎么了 京剧表演艺术家 唱小声的 九十岁上台 他演的活也是个孙子 你不能因为他九十了 你们为什么不尊重老艺术家 为什么九十了上台是孙子 他挣的那份钱 五岁的孩子带个胡子上台 他演的也是个爷爷 这老生 这都是假的呀 你看电影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电影怎么来用 这款这叫爸爸 你知道是假的 一男一女俩 一被窝睡觉 你知道是假的 举个塑料枪 那就躺下来 哆嗦 你也知道是假的 到我们这儿全是真的 你这个智力 为什么要卖票 一说一乐的事情 而且我们要求一句话 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 我们这要快 我们不能说 两人站在这儿 这个故事发生在 山西省太原市 什么什么小区 上二楼往右边拐 那个王大爷家 我们俩成外行了 而且观众的思维会乱 这个故事发生在 山西省太原市 观众也聊天 你去过太原吗 我去过 我可爱吃他们的羊肉泡馍 那是陕西 不是山西 他说的是哪 那就乱了 对 没人听下 我们就是一句话 这个故事是于谦她爸爸 对 就搁到我这儿了 艺术就是这么设计 甚至包括台上说的 嫂夫人列位 台上无大小 台下理规矩 没错 真是的 我嫂子在我心中 说句良心话 这份的 好 老嫂鼻母 小叔子是儿 你瞧这话说的 我有时候有个别扭事 哎呀 真是愁的不行不行的 没有人劝得了我 那怎么办呢 就是嫂夫人 我媳妇 她媳妇最后是一定可以把我说服 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真打了 跟我一歪下去 您就念个错别字 说服不行吗 不不不 显得我没有文化水平 你不要拿我当那些个讲相生的人 对 我是个念书的人啊 这还不如那些人 当然 嫂子要是有个别扭事 也愿意找我 她们都互相的 这头上 嗯 哼 行了 太开心了 什么毛病 嫂子有个别扭事 也跟我说呀 怎么 那是真拿我当亲兄弟 什么事找你 我这忙忙活活刚到家 嗯 她媳妇给我打一电话 嗯 你在哪呢 怎么点小声啊 嗯 今天演出结束 刚回家 哦 您有什么事情吗 嗯 你来一趟 好 一会儿见大哥 大哥 什么称呼这是 嫂子叫我去 我这去 嗯 洗澡换换一声 尴尬尽尽的 干嘛去这是 你看 嫂子叫我有事 哎 一牵的架 到了 伸手敲门 啪啪啪 这是敲门的吗 这个 啪啪啪呀 行了行了 啪呀 行了 别啪着了 起来吧 怎么了 哪儿 按门铃不成吗 哦 废话 有门铃 啪啪啪 这什么缺德门铃啊 这是 门开了 赶紧开吧 嫂子站在门口 她来了 嗯 嫂子漂亮 穿着一个小的超短裙 都超短裙了 还怎么小的呀 这个 到锁骨 锁骨 那不叫超短裙 这叫夹领子 那叫 上头这个边 在锁骨的上头 是我们下头 在锁骨的下头 这还这么长吗 这 这 就差不多得了 这啊 嫂子 进来 进来把门关上 哦 嫂子好 千儿哥呢 嗯 你来得正好 哦 刚走 嗯 刚走啊 刚走就要正好啊 你吃饭了吗 嗯 没有 刚要吃饭 这你来电话 我赶紧来了 哦 什么事啊 先吃饭 你瞧 来 吃豆腐 对 吃什么豆腐 麻婆豆腐啊 哪儿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红烧豆腐 小葱拌豆腐啊 怎么全是豆腐啊 还给我切了一盘 金华火腿 哦 这是肉菜 嫂子这是什么菜 不认识 你傻呀 什么菜 有一腿 不 你们这关系 飞隔明面说是吗 你们 闭会点不成吗 你先吃着喝着 啊 家里没有别的酒了 怎么着 啤酒都让鱼签带走了 哈哈 我一箱一箱带呀 喝着 你先去 喝点黄酒吧 哦 签凉暖的胃 我给你包饺子 吃饺子 有句话你听说过没有 什么话呀 好吃啊 不如饺子 哦 好玩啊 可不如包饺子 您不能这么开玩笑 我说您什么事您跟我说吧 就说正事 嫂子眼泪下来了 怎么了 我也是跟你说说心里别扭事 嫂子你说什么事 这个于谦跟你打小在一块上学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个怪癖呀 我有什么怪癖呀 这是一句话我就愣了 还真得问我别人不知道 咱们俩是发小啊 我们从小在一块 是 因为干这行啊 最要紧的是一个用气 我们这行讲就练气 记住了啊 哎呀 这个人说笑说说唱戏 这个人嗓子真好 这是外行话 不这么说 跟嗓子有什么关系 怎么叫没关系呢 嗓子是两片淡蓝色的肌肉 有气息穿过它 发过震动 形成的声音 如果说单纯的用这儿 用这嗓子说话 一会儿一冲雪就哑了 这就没功夫 杜奇尔往下一点 这个地方叫丹田 从这儿逗声一口气来 就这一晚上全靠着他用力 哎 三个小时五个小时 连说带唱不累 他是由于护用气 用气拖着 他跟嗓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 我们从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 要练气 都练气 跑步喊嗓子 练着肺活量 是 但是在这么多学生当中 只有他是一个另类 我怎么另类 他食补 我 靠吃补气 他一想 不就是让肚子里有气吗 肚子里有气 我有个偏方 什么偏方 他每天睡觉前 吃十斤干炒黄豆 我吃炒黄豆补气 十斤干炒黄豆 三盆凉水 三盆凉水送下 是 要不还真吃不了那么些 烈味 十斤干炒黄豆 三盆凉水 一般的牲口吃不了 废话 还跟牲口比 吃 吃完之后回屋睡觉 您是有生活常识的 十斤黄豆三盆凉水 在肚子里这一晚上要运动开了 早晨他一定会漏气 怎么还漏气 当年我们在学校宿舍的时候 十个人一屋 我们十多个人挤一个房间 甩一个担尖给他 就那么照顾我 不是 我们怕他漏气 崩死 至于不至于 早晨六七点 我们还没醒呢 他那屋 已经骑上摩托车了 不是那声的 这个好习惯 他一直坚持到了结婚之后 那怎么叫恶癖 唯一的变化就是 不拿盆喝水了 我呢 桶装水一整桶 每天晚上 把这十斤黄豆送回去 也喝好几盆 早晨六点半准时漏气 七点左右收工 这就半个小时 他媳妇七点半才能苏醒 熏晕了这是 早晨啊 他那六点半 跟表同时的 是吗 听 踏 真准 踏 踏 踏 他媳妇上医院检查 有轻微的脑震荡 好嘛 要说嫂子也不容易 你算呢 到七点半才醒 一睁眼呢 先打磨脸上这些个豆面 对 嗨 哪有那么些豆面 没有那么多 你们都吃过北京小吃驴打滚吗 哎呀 就是那个玩意 呦 耳朵里有一个整的黄豆 好家伙 没嚼碎 行啦 别提牙口的事 所以说嫂子问我这个怎么办 我说这个改不了 改不了 打小就这个毛病 并且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婚后 我这重在坚持嘛 就是啊 这哪改了 嫂子说我找你来 就是想让你出一个主意 怎么呀 因为你聪明 我说这个习性的问题很难说 你干脆吓唬她 吓唬 你跟她说于谦 你要再这么放 你一定会把肠子放出来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权益之计 只能这么说 说完我走了 她媳妇真实在 说了吗 于谦 你要再这样放 会把肠子放出来的 哦 小孩都不会相信 谁也不信 他更不会信 是 照样放 一晃又半年 嗯 这天早晨起来 她媳妇给她做早餐 什么早点 北京明晓吃炉煮 哦 叫炉猪小肠 猪肠子 嗯 猪肠子做了 嗯 她媳妇一边洗肠子 一边恨 嗯 你就放了 嗯 早晚得把肠子放出来 还说 还说话你也不听 你那个肠子 不是干嘛呀 我媳妇这么阴险啊这个 这不就有肠子 这不就有肠子嘛 有肠子管什么呀 我老说他也不信 嗯 我今天把肠子放在被子里面 啊 他放完之后一害怕 以后就改了 这至于不至于 把肠子拿出来 嗯 这挂肠子 哦 七十多斤呢 啊 七十多斤 这猪才多沉呢 这 哎呦 好家伙 到卧室 掀开被子 啊 走 哎呦 我能让这肠子给撞地去 盖好被子 媳妇出去了 哦 在外边包葱包蒜 看着表 嗯 六点半 听屋里边 听 堂 嗯 怎么还一问句啊 门就开了 怎么了 于谦站在门口脸都白了 哦 你不要进来啊 是啊 门关上 嗯 四十分钟 嗯 于谦出来了 哦 一身轻松 是 哈哈哈哈 是 你老说我得把肠子放出来 我还不信 是 今天真放出来了 哦 不过你不要害怕 怎么 我把它都塞进去了 哦 后来啊 他这个 行了 连续剧了 这能说好几天 这个 做点别的 一说 一乐 哎 相上其实想说好 雅俗共赏 就这四个字 雅要雅的那么俗 俗要俗的那么雅 是 单纯的雅和俗不成王法 是吗 太雅不行 太雅怎么不行 雅到极致不风流 那是有这么句话 看 雅你还雅得过昆曲吗 那是昆曲是真雅呀 清朝的时候 那都是赶考着橘子 念书的秀才 捧着二十四史 抱着康熙词典 听昆曲 对 每一句唱词 有多少个典故 不看这个听不明白 那是引经据典 太雅了 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 没人听 谁跟你受那个罪啊 听场戏比种地还累 没人干 对 所以说太雅不行 取高和寡 太俗也不行 太俗了怎么还不行呢 于老师一上台 就把裤子脱了 啊 谁看的呢 对 好家伙 这西安这儿的观众 素质有待提高 看来 这都是您大早堂子 带来的朋友吗 那儿有 哪儿交朋友 对啊 所以说太俗太雅都不行 雅俗共赏 知道怎么才能雅俗共赏吗 怎么才能这样 就是光着屁股唱昆曲 对 没听说过 雅俗共赏 无与你烟有何花呀 哎 好 再一个像什么 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一听一乐 生活中 于老师家里边 人家不那样 谁也不跟戏里边似的 真是的 你看 我是最有发言权 是吗 真的 我记得很清楚 他那天结婚 我在云南拍戏 然后我说 无论如何 我要赶回去 对 我回来 他都 哎 没想到 回来了 我说废话 什么日子 我能不回来吗 对 一年一次 一年接一回 我 我说我得回来 就是 然后那天看现场 尤其他是 他岳父岳母 这边我特别感慨 怎么 他岳母是哪个大学的教授 岳父也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 都是文化人 老岳父 头发梳得可整齐了 金丝眼镜 小领带 特别的好 然后到他岳父讲话的时候 我们都感动坏了 他怎么说的 谢谢大家 今天高鹏满座 盛有如云 待会咱们喝点小酒 这不是我岳父 这个我要跟于谦先生 先鞠个躬 干嘛给我鞠躬 虽然你是我的女婿 但是我要先谢谢你 我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多的孩子 只有一个女儿 是独生女 嫁给你了 你们以后就是大人了 好好过日子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有什么马高邓短 还有些个不像话的地方 看在老朽的博面 请原谅一二 太文邹邹了 就人家这个老头说话 这份 结婚之后 签做得很好 我也不错呀 对着其他岳父 是 基本上就没有挑得出的毛病来 没什么大毛病 比如说去洗头房 一次半次 这个无伤大 谁说一次半次 怎么到这一次半次了 这不打个比方 不不一直挺好 没趣 这个洗头房 可能现在好多年轻的孩子 也不了解洗头房 对呀 二十年前那是一个喜闻乐见的群众活动场所 谁说的 一个不大的房间 点一个粉颜色的灯 里边坐着一个大姐姐 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 你把她那屋都拆了 连一把梳子都找不出来 是 人家不用这工具 余老师没去过 我是不去 她打到门口过 她也不知干嘛的 我就不知道 被这大姐敲窗我喊她 蹬蹬蹬 玩会儿吧 好家伙 谁玩谁啊这个 余老师能傻了 我是怕吓的 多少钱 我就别问价了 我就不去 这这么单纯善良 没去过 就后来就算去过半次了 一半次也没去过 就洗头房要拆迁 跟我有什么关系 门口贴个条 明天拆迁 今天最后一天 半价不来的是傻子 我觉得好较劲 余老师是个要强的人 我要去 我要去 这个说句良心话 你就不该去 因为在我认识的相声演员里边 只有两个人没去过这个地方 那除我还有谁啊 那个人叫孙岳 那刚下进来了 那胖子他没去过 他也是好 他进不去 门太窄 是吗 他让大姐出来 大姐不出去 我们这孩没有露天作业的 废话 什么弄词 还露天作业 余老师就那一次 可以吗 可以吗 去吧 这也是新鲜啊 进去了 余老师把衣服全脱了 警察叔叔就来了 怎么这么背 弄走了吗 到排泄所 蹲那儿抱着脑袋 叫单位领导嘞 领人 叫家里亲属嘞 领人嘞 一会儿这厂长来了 要不那主任来了 媳妇来了 进门 哭得跟什么似 打起来了 余老师跟着揪着心呢 你家谁来 一会儿听外边声音 他岳父来了 老头来了 一进门岳父直哆嗦 气得那是 我看看他在哪呢 余谦你是个斯文败类 这等说 我有心骂你 我是个念书人 张不开嘴 打你我又下不去手 是 我那话你都没听见吗 怎么了 你对得起我女儿吗你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老头直哆嗦 气得呀 警察赶紧劝 别着急 别着急 是 你们俩认识哈 认识 这两个压在一块儿 他也关进来了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呢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呢 谢谢观看